看一部电影提报人生 这里是唐森林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胖女孩与独眼男的故事 一些怪人 马特因为右眼失明的原因 常常被班里的其他男生捉弄 他们喜欢扯下他的眼罩 拍摄他不想展露的部分 当然被吵得也不止他一个 他们还喜欢嘲笑亚裔的学生 嘲笑肥胖的女生 嘲笑又不同性取向的Gate等了 这些人因为不服的主流样貌和取向 就被那些自诩正常的正常人 贴上怪异的标签 不过今天不是讲怪人们 如何被外界环境打击摧残 而是走进怪人们的世界 看他们是如何成长 又是如何和现实妥协 马特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他的右眼 他父母很早的时候 就丢下了他和姐姐 他和姐姐相依为命 姐姐后来未魂先遇 天天和他男友在电话里吵架 生活得一团糟 马特不喜欢回家 总被姐姐大呼小叫 还要带侄子 他就逃到好朋友埃尔默家打游戏 埃尔默是个Gate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睡到篮球队的贾斯汀 不过人家贾斯汀 任都不认识他 所以马特和埃尔默 之所以能成为朋友 可能都是因为被边缘化的人吧 边缘化的 还有转学不久的200斤胖妹 这一天在生物试验课上 老实说要两人一组做试验 被剩下的马特和被剩下的胖妹 组成了一组 马特虽然经常被人嘲笑 但他也看不起胖妹 放学后 还在埃尔默面前 开胖子的低速玩笑 这一幕刚好被回家的胖妹听到 原来胖妹叫基尔 他和埃尔默是亲戚 目前赞住他家 按辈分来说 埃尔默还要叫基尔一声阿姨 了解情况后的马特很羞愧 第二天他跑去和基尔道歉 基尔大方地原谅了他 于是马特 埃尔默和基尔 三人一起成为了朋友 有一次埃尔默临时有事 他留下了马特和基尔 意外地单独相处机会 让两人打好了感情基础 又因为同班同学 在一起的时间也愈加增多 他们喜欢在放学后 一起去家外看风景 一起抽烟 一起玩游戏 一起在学校收集后 跑到废墟那扔东西 基尔每晚都会亲自送马特回家 好面子的马特 就要他停在那栋别墅门口 谎骗基尔说那是他家 其实呢 他家在别墅后面的小木屋里 基尔进了 直到一次 马特手机落他车上 基尔折回去 跑到别墅门敲门 还手机的时候 事件败露 马特不得不告诉基尔实情 把他带回了家 还见到了姐姐 基尔从始至终 没有小看过他 他对基尔的房间充满好奇 还用电子琴和他一起唱了歌 基尔优美的歌声 让他俩的感情迅速升温 没过多久 基尔和马特就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 埃尔默的存在就显得很多余 他每次想邀请马特 去做点什么的时候 马特的世界都只围着基尔 埃尔默内心很不平衡 一气之下 却把基尔的糗事抖了出来 他说 基尔之所以要转学 来到这个城市念书 是因为他在洛杉矶的时候 到处和40岁的大叔鬼混 他父母看不下去 才让他转学的 基尔的以前故事 并没有影响到马特 也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爱基尔 所以他不在乎 那些事情的真实性 他就是不想失去它 高三毕业的时候 基尔要回洛杉矶了 他报考了那边的大学 被录取了 他爸给他买了 这周五的飞机 马特思前想后 决定和他一起去洛杉矶 姐姐把他骂了一顿 你去那边没朋友 没亲人 没钱没住 你是没脑子了吗 马特当时想得很单纯 以为自己找一份工作 就可以和基尔永远在一起 当他被姐姐骂了之后 找回了点理智 于是就开启了 他和基尔的异地恋生活 在没有基尔的日子里 马特每天都是上班存钱工作 他给自己买了一个一眼 安装在自己右眼里 让他看上去和正常人一样 没过多久 他先存够了 他兴冲冲地收拾好行李 安装好一眼 就为了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基尔 基尔电话那边 传达了对马特的思念 他还说 有一个巨大的惊喜 要带给马特 没过多久 我们就看到了变瘦了的基尔 原来这就是基尔的惊喜 表面上他们都好像变好了 变正常了 当年那个独眼龙不再独眼 当年那个胖妹 也没有那么的肥胖 但作为观众 都能隔着屏幕 察觉到他们感觉变了 基尔不再抽烟 不再说脏话 不再吃高质量食物 他在环境很好的大学念书 有朋友 有追求者 外表美丽 举止端庄 两人的感情 被两人不同的现状冲击 马特想的是 用自己挣得钱 请基尔吃好吃的东西 帮基尔买好的东西 尽自己所能 去对基尔好 可基尔想的是 那些高质量食物 会让他减肥计划 前功尽弃 自从来了这个大学 他就受够了嘲笑 每次在换衣间 听到那些人嘲笑他的身材 他就多么渴望成为一个 不被有色眼镜 看待的正常人 马特不会知道 基尔为了融入正常人的世界 而付出了多少努力 不然他不会给他点皮静灵 在他晚餐里放奶汁皮 而基尔也不知道 马特那只是想找回原来的他 原来的感觉 他们爆发了一次争吵 当时基尔在垃圾桶 发现了奶喝 他拒绝了马特 特意为他准备的晚餐 马特却逼着他吃下去 他一气之下 就把马特的行李 全部丢了出去 他们用最难堪的语言 互相攻击 基尔嘲笑马特的一眼 马特说 基尔即使再努力 也永远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人 曾经在孤立 冷落 嘲笑状态中 都是被侮辱和被伤害的角色 在他们彼此也为抱团取暖后 最终呢 却只能给对方带去 更精准 更深重的伤害 这里不得不夸一下 饰演基尔的演员演技太好了 总之呢 这份感情最终也被现实打败 基尔继续着他的减肥 继续着他的学业 努力成为正常人的一员 还有了新的追求者 马特呢 则回到了他的城市 重复着他的工作 继续和埃尔默鬼混 参加各种奇葩派对 他们试图融入正常人圈子 基尔答应了追求者的派对邀请 即便那个派对是正常人 为了寻求刺激 举办的一次怪癖玩偶派对 但他也精心打扮一番 甘愿配合他们的进程 但令人意外的是 那个要睡他的男孩 表面看似正常 实际是个洋伟 马特也一样 他加入了一场 正常人的怪异服装派对 在他拒绝女性化变装后 美女呢 就对他不感兴趣了 因为他觉得马特太过普通 为了让他不小看自己 马特把自己的一眼取了下来 他的特殊 引来了一群人的围观 然而他们的围观 也只是像是在看小丑一样 看着那个自以为赢得 在场目光的马特 同一时间 不同场景的基尔和马特 他们都在为了自己 想要的样子努力着 与此同时 埃尔默也成功骗到了 他爱慕已久的 暗恋对象贾斯汀 他正在和贾斯汀 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 那个故事 虽然没有映射任何人 但却十分地和他们 这群怪人的境遇 十分贴合 那就是很可悲 不管是他们因为怪异 被人嘲笑的可悲 还是他们想拼命 融于这个世界的可悲 说完 埃尔默偷偷吻了上去 贾斯汀反应过来的时候 用棒球一锤敲晕了埃尔默 那天晚上 基尔手机被医院拨通了电话 第二天得知消息的马特 也着急了汽车前往 他坐在医院的椅子上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声 基尔正在找埃尔默的病房 于是两人又因为 埃尔默的事情再次重逢了 马特没有说话地坐在了他的身边 并缓缓把头靠向了他 基尔也把头回靠了马特 或许现实再苦再难 也不可否认 他们是彼此曾经 一起成长 辅助 互相铁示伤口的重要对象吧 说到底 那些怪人拼命努力 融于的正常人世界 就真的是他们想要的世界吗 正常人举行的怪异玩偶派对 正常人举行的怪异服装派对 正常人在寻求怪异的刺激 而怪异的人又拼命想融入 拥有怪异口味的正常世界 说不定这个世界没有怪人 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就奇怪 好了 今天就废话到此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性